有个勇士熊禄 若总结这项率 勇士胜率有多大 勇士该怎么打才能战胜熊禄啊 勇士胜率目前来看啊 起码是45% 就是这个附近 当然他现在相比于年轻型的熊禄队 还是略战烈士 但不得不讲整个联盟呢 这时候打熊禄 我认为啊 也就是勇士队 胜算是最高的 其他球队都没有勇士这么高 你像什么这个太阳队 太阳绝对是外强中感的 真说再打总结赛 你放心 熊禄会摁着太阳往死了倒 之前那会儿打了个4比2 给你老大脸了 说完克里斯保罗这样的 到了总结赛 场军出场时间 冲不上去 就是36分钟 再多一分钟 他在场上的作用啊 都从正面变成负面了 因为你勉强支撑 你体力不济 要知道总结赛比赛当中 每一个回合呀 自管重要 克里斯保罗的印象就在于 现在是这个年纪呢 支撑不了他 打36分钟以上的高级别比赛了 再者一连保罗呀 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公开支持多人播客 说白了 这明显的支持行为嘛 你连这个 基本的人情往来你都不懂 去年播客怎么支持你 你以为播客少呢 播客一点不少 看在眼里 未来有朝一日 你真是不太行了 怎么讲 我也不给你留客气 这东西就这样 反过那个金总统是 重置成成 司律库里呀 他的年龄没有那么大 而且他呀 向来体能这块呢 就远胜于保罗 因为库里斯一个顶级射手 射手都是以体力铸成的 克莱汤姆森呢 他是今年回归时候的第一年 说实话 对于汤姆森这么一个球员啊 未来的争贯窗口来讲 第一年复出 这是绝佳时期 再往后拖的话 都有点费劲 但是今年第一年呢 迸发出来的能量 还是比较可观的 而且他呢 在这种当中啊 不是前三重要的球员 也就是说呢 对他要求 你可以施当放敌 他可不是克里斯保罗 他也不是坎多兰特 他不是对那 数一数二的角色 而是对那 老四老五组的角色 那这样一来 汤姆森呢 压力不大 虽然说友商在审 基本也能做到权力以赴 球队对他的要求也不高 普尔年纪星期 他现在打出的 身手层次不得不讲 最近起码二十多场 打的跟这个库里啊 起码呢 就是八成身手的库里 我认为最近二十来场 普尔做到了 八成身手的库里 这时候打到基督赛啊 要了解这个年轻球员呢 每日他的技术都在紧进 每一天呢 跟几个月之前 都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普尔已经出现了 迭代式的成长了 这时候干基督赛啊 后场双挺 再加上这个克莱汤姆森 凶悍的外线火力 以及呢 奥托波特 库宁亚穆迪 这一杆封线骨盖 德拉姆德格林 凯沃路尼 支撑的内线 铜墙铁位的防御 打这个熊鹿啊 勇士还是最有底气的 内线这块 可能说就别利潮差点 能用的人手呢 少一些 但是勇士外线的火力太凶 考虑到熊鹿啊 其实他最怕哪种球队呢 就怕那种外线火力去用的 而勇士的外线火力 是太阳无法比拟的 所以这就是取长不短 一己之强 攻彼之弱 就能形成一种 田地赛马的最终结果 勇士队绝对是有胜算的 在结果库里啊 他意识到了 今年呢 对于自己争夺冠军来讲 很有可能 就是最绝佳的一年了 因为未来克莱汤姆森 很有可能就率退了 今年最绝佳一年 他也不会放弃 小球王者 届时霸王社四社呢 跟志姆哥形成一种对抗 志姆哥 他未来还有时间的嘛 所以他就可能说 不会拿出 库里一般的决绝之议 追踪勇士就有可能 在库里爆发情况之下 打出五成以上的 系列赛胜算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